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中国跳水球队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中国跳水球队想要在本次的福岗市井赛中脱颖而出 在世界有着自己的一席之位 因此这项赛事他们派出了全红禅 陈玉希等人 说到这两位球员 想必大家都是十分的熟悉 中国跳水球队能够有如此高的成就 是离不开这两位小将的付出 全红禅在市井赛的表现是令球迷们最为惊喜的 尤其是207C 他克服了内心的那一道防线 成功地以最高分拿下了这项比赛的胜利 全红禅曾拿过奥运会的冠军以及世界杯的冠军 认为他拿到市井赛的冠军仿佛是稳操胜券了 但意外还是出现了 他依旧与冠军无缘输给了陈玉希 意味着全红禅失去了了最佳机会 球迷们不禁感到惋惜 纷纷地对全红禅比赛过程进行了仔仔细细的分析 想知道全红禅究竟为什么能丢贯呢 细心的球迷们发现 自从陈若霖接手了全红禅负责了他所有的训练 自从东京奥运会失利后 全红禅仿佛是跌入了低谷 一蹶不振 如今在全红禅全面付出后 让众人都清楚地看到 他与以前的自己彻底地说再见了 他获得市井赛预赛以及正赛第一 为什么总决赛还是输给陈玉希的 这不免让球迷们质疑陈若霖主教练是否他的战术 没有让全红禅得到效果 一部分的球迷们把现在与东京奥运会的全红禅进行了对比 发现东京奥运会的全红禅堪称是一个全方位的选手 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但在市井赛的他仿佛是漏洞百出 很显然陈若霖主教练是全红禅丢贯的罪魁祸首 同时也辜负了周继红对陈若霖主教练的信任 周继红主教练之所以会安排他去任职全红禅的主教练 是想让他住一臂之地 没有想到他竟是拖全红禅后腿的 相信周继红主教练并会为全红禅另责一个新的主教练 不想让历史充演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